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 今日说法 怒怒的代价 今日说法即将为您播出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中国已经进入汽车社会 车越来越多 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 各种怒怒症引发的事件 也频繁的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 所谓怒怒症 是指机动车的驾驶人员 怀着愤怒的心情开车 有时候还会做出攻击性的行为 在今天的案例当中 当事人为怒怒 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015年12月12日星期六 那天家住上海的杨庆明 带着老爸孩子 开车去江苏的亲戚家做客 中午11点55分 当杨先生行驶到 金户高速公路昆山段时 一辆丰田轿车 从右侧车道别了过来 行车记录仪拍下了当时的情况 当时杨先生指得赶紧刹车减速 这一下让后座上杨先生的妻子 从瞌睡中醒了过来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丰田车成功超车拦在了前面 杨先生试图变道 没想到对方又来阻拦 杨先生赶紧打方向盘闪避 有点像飘移这种动作 差点撞到他 不要爸爸不要 杨先生的妻子很害怕 丰田车却步一步上 干嘛 车干嘛 对方竟然直接停了下来 我女的孩子就摔出去了 杨先生希望摆脱对方 但对方紧紧地逼了过来 旁边道正好停了一辆很大的集装箱大卡车 我们差点就要撞上去 你这么历烦 你没机 毛病吗这车 里面有孩子在里面呀 爸爸别这样子 爸爸你今天老婆过生日呢 爸爸 不是要打电话就要警察来 那天我过生日我也不想 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我们就停下来了 让他先走 等丰田车开远了 杨先生才再次出发 即便是不跟他挤了之后 他还在请等着 当对方再一次过来阻拦的时候 杨先生忍无可忍了 你好 喂啊 喂 那个有一辆车 跟我在那个高速路上那个 就是说他开赌气车 怎么阻拦我 他那个小朋友 我几次要追尾追他了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又来了又来了 他故意堵在你前面 他又来了 对 他怎么这样又来了 我能追他吧 我能撞他一几吧 按照道理 那不行的 我能怎么举报 怎么来 怎么来 就是说他不能扣分 他什么也没有罚款 那我怎么弄 一直都被他那个挤啊 这方叫什么车子 路A 根据杨先生提供的信息 警方电话联系上了丰田车的司机 对他做了劝阻 此后 这辆车没有再为难杨先生 最终杨先生一家三口 平安到达了亲戚家 但高速公路上的这场遭遇 让他们夫妇俩心有余悸 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吧 因为好几次 差点就撞上去了 那天从高速上下来 杨先生夫妇颇有大难逃生之感 虽然没有发生事故 一家三口也误人受伤 但他们认为 那辆丰田车的做法 是把他们全家的生命 逼入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 对方司机应该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为此 杨先生向警方写了 举报信 并随信附上了 事发时行车记录仪所派的视频 爸爸不要 干嘛 爸爸 为什么 爸爸 爸爸 他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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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公共控本来是一个高速运转的一个比较高风险的道路 车速都很快 故意的一个阻拦这个行为的话 有可能会造成车回人望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 接到杨先生寄来的举报信后 警方对此事历烈调查 从视频来看 警方认为 这辆丰田车的做法属于危险驾驶的行为 可是他当时为什么就非要跟杨先生过不去呢 尽了解 丰田车的司机叫周晨 30岁 是上海一家国企的员工 2016年1月 警方传唤嫌疑人周晨前来接受讯问 警方审讯视频里的这名男子就是周晨 事发当天 他和举报人杨先生一样 也是趁着周末开私家车去江苏走清访友的 可他当时到底是为什么要反复阻碍对方行车呢 为什么 看过那个视频你还需要重新看吗 要不要再看一下 不用重新看 仔细看过是吧 仔细看过 你平凡变道 阻挡行车距离所在车辆的行驶 这是为什么 我没有平凡变道 只是故意阻挡它 这一点我说清楚 你这个 我不承认是因为故意平凡变道 我没有说故意或不故意 我说你平凡变道 我没有平凡变道 对啊 我就是辨认一下道而已 我就是在临近的 我自己临近的左右两根变道 变了一下 我再放一遍 你看 你自己自己数一下 这个不用数 这个在路上变道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竟然有视频为证 周辰仍然强调自己 不曾平凡变道 也不承认阻碍过他人行车 我现在告诉你就是 我当时变道的时候 我就是看过我旁边的 但没有发现其他声量 没有 至于当时变道的原因 周辰说 是因为他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强光 因为遭遇强光 所以 所以控制解慢车速 尽量靠右行驶 刹车 刹车变道 你的强光是指什么强光 强光就是前方的强光 前方什么强光呢 我都说的是强光了 肯定是光线 你怎么说 光线三两个 我看不清楚 我这我看不清楚 反正是强光 是真是假 如果是真的 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周辰说 他的车没装行车记录仪 因此当时的情况 没有记录下来 但从举报人杨先生 提供的视频来看 当时路面上似乎 没有发生过强光照射的情况 如果他被阳光照射的话 不可能反复的 这个车道里变来变去 而且当天 高速卡口抓拍的一张照片显示 在开始阻碍杨先生 行车五分钟之前 周辰就已经戴上了墨镜 如果他不拿下来的话 他这个理由 肯定是不会成立 那冲突的起因 到底是什么 他的起因就在于 因为杨先生 他第一次变道的时候 他是违规变道的 警方在举报人杨先生 提供的行车视频里 找到了当天冲突之前 两辆车第一次 发生交集的画面 这里是金户高速花桥收费站 车辆通过这个收费站之后 就由上海 进入了江苏省的地界 他们两辆车 在先后通过这个收费站之后 开到前面那个高架桥底下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 而这件事 就是后来对方车辆 阻拦杨先生行车的原因 同住上海 同往江苏 我前面是辆货车 他前面是辆客车 高架桥下 狭路相逢 本该愉快的周末 是什么点燃了他们的陆路 如果他换的是你的话 你会不高兴吗 也会 你以后也要做福气的 你的信心会怎么样 陆路的代价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视频显示 两辆车在通过收费站时 并没有什么异常 杨先生开到高架桥底下的时候 赶上了前头周辰开的丰田车 两车分别走左右车道 我前面是辆货车 他前面是辆客车 杨先生记得 当时他的车 比对方超出了一个车头 货车比较慢 那我就想冰到客车那里 再走过去 于是杨先生向左便道 挤到了丰田车的前面 他踩了刹车 按喇叭按了很多 可能就阻碍他通行 他可能不高兴 如果他换的是你的话 你会不高兴吗 也会 正是因为感受到了对方的不快 杨先生在这之后 做了一个举动 超越大客车以后 他又向左 明明是左车是有车的 但他是向左便道 杨先生主动让出了右侧车道 想让对方先走 好比说我做出一件事 你过去让你走你的路 我就不管了 也许并没有领会到杨先生的好意 丰田车迅速赶上来 开始反复别车了 我并见一次 我没存在恶意的别他 他后面应该就是全部是恶意的一种行为 在2016年2月接受警方第二次讯问时 周辰终于赶了口 应该是我这里的家属 嗯 然后就是对方介绍了 听话 然后差点 做了就是 他们就是个力量 周辰承认 他当时是因为被杨先生的便道 妨碍了驾驶 一时恼怒 才持续阻碍对方行车的 因为人家的一个过失 或者一个违法行为 我们采取的 不理智的报复行为 对周辰这种开斗气车的做法 在2011年之前 交警只能对其违法便道停车的行为 进行罚款扣分等行政处罚 但2011年 刑法第八次修订 将情节恶劣的追逐禁食行为 列入了新增的危险驾驶罪 处犯的人将面临最高六个月的拘役 警方认为嫌疑人周辰的做法 就已经符合追逐禁食的特征了 追逐禁食的话 比如说我们两车之间追逐禁赛 还有的就是多次的去阻拦人家 多次的去穿插到人家车上的前方 然后采取阻碍人家正常行驶的行为 而且周辰是在本就比城市道路更加危险的高速上 开斗气车 其阻碍他人驾驶的行为更是多达八次 好几次差点免成事故 警方认为这种情节属于恶劣的一类 这区区一样的抹擦 对对他们两车之间 并没有发生任何抹擦 没有抹擦 那为什么这个它仅凭行为 不看后果就可以 它跟我们的交通肇事罪的 恋爱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交通肇事罪必须要造成后果 它不是以后果来作为恋爱的标准 这种多次阻碍人家正常行驶的行为 对我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带来的危害是相当大的 2016年2月警方对周晨采取了强制措施 4月警方将此案移交检察院 建议以危险驾驶罪对嫌疑人周晨提起公诉 目前周晨处于取保获损阶段 本来周晨已经定好5月份要和女友结婚的 但由于涉案婚礼只好暂时取消了 最近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她 她有打电话给我她跟我表示她歉意 但是我也问她了你以后也要做父亲她 那如果也有同样的事情我们后位思考一下 那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的话 你车里有小孩的话 你的心情你都问父母你的心情会怎样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嘉宾是交通运输部 管理干部学院的张祝廷教授 张老师我们看到刚才的这个小伙子 回想他在路上的那些表现 就是反复去别人的车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后怕 他呢是万幸没有出事故 那么像事实上已经由于这些斗气出的一些重特大事故 已经比比皆是了 这种路怒症的表现 或者说有这种攻击性的这种驾驶行为 他有可能会触犯哪些法律法规议 像这种强行变更车道 强行的超车 违法抢行 站到行驶 不按规定让行等等 这些路怒行为呢 目前道路交通安全法 分别把它规定为是有行政处罚当中的行政拘留 那么也有是罚款 一部分路怒症 那么尽管你可能没有发生事故 已经把它确定为是危险驾驶罪 像这个在路上飙车 叫驾驶禁足行为 去年新增加进来的就是严重超速 过去只要你不出事故 超速超的再厉害 他也最多就是行政处罚 现在已经变成是罪 真的希望容易怒怒的驾驶员 能够牢记刚才高速路上的那些画面 毕竟生命只有一次 在接下来的这个案例里 就有人因为怒怒丢了命 这是2016年2月15日下午3点16分 江苏省泰州市公安局接到的报警电话 电话里能够听到现场传来的声音声 赶快出行快点 案件发生在江苏省严禁高速公路 南行89公里处 接到报案15分钟后 警方赶到现场 执法记录仪拍下了当时的情况 我首先看到一个长途牌照的大客车 停在中间的慢速车道里 现场停了一辆长途大客车 那天是大年初吧 大客车里坐满了过完春节返程的旅客 还有一辆淮安牌照的白色依威科 停在大客车南面大概在一二百米左右的样子 你的车怎么来 我们驾驶员 这是大客车的主驾驶员杨洁 大客车的前方大约15米 一名男子受伤倒地 报警电话里的声音就是他发出的 不难说话了 没有什么表达能力 但是呢 还是有声音提到 伤者名叫王源忠 是大客车的副驾驶 天寒地冻 王源忠蜷缩在路面上 因为当时衣服穿的很厚 从外部观察不到他受伤的情况 但他的脸色是苍白的 警察不敢轻易移动他 只能催促120急救人员迅速赶来 那么是谁把王源忠撞倒在地的 说话的是大客车的乘客 也是案件的报案人 他告诉警察 撞倒大客车副驾驶员王源忠的 就是停在前头的那辆乙维克 这就是乙维克的司机曹某 曹某声称他也是受害者 如果不是王源忠过来打自己 事情也不会成这个样子 打我的我就往车上 嗯 要报警 嗯 知道吧 就是这样我就走的 往前往前面 他拽我反光镜 让他拽 关进去 根据曹某的说法 王源忠不仅打了他 还抓住乙维克的反光镜 不许他把车开走 不料反光镜突然被搬掉了 对方失去了重心摔倒在地的 在王源忠身旁 警察的确找到了乙维克掉落的反光镜 王源忠是否被乙维克撞了 他的同事 大客车的主驾驶员杨洁说自己没有注意到 至于双方的纠纷究竟是因何而起 杨洁在现场也说的含糊 他只强调 与乙维克司机曹某发生肢体冲突的不是自己 王源忠究竟为什么会倒地受伤 两辆车为什么又会在高速公路上不约而同的停下来 王源忠也是大客车的驾驶员 他真的会丢下一车乘客下车去打人吗 警方留意到大客车安装了行车记录仪 通过记录仪的视频应该能还原事情的真相 不久120急救车赶来了 把受伤的王源忠送到了医院 警方把乙维克司机曹某带回了公安局询问 令人意外的是 当时就在当晚医院传来了王源忠的死讯 内部疏伤 内伤可能还比较严重 法医鉴定 王源忠是因腰胸等部位受严重损伤 导致失险性休克死亡的 在大年初八的夜里 王源忠死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年仅46岁 整个这个腰这里压缩下去 腰这里全部都走过了 你说痛苦不痛苦 我老公真的是很冤枉的 死的真的是冤 我说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当时在高速公路上隔着衣服 王源忠腰部受到的重伤 警察看不出来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伤害 导致他最终身亡的呢 以维克司机曹某的说法是 王源忠当时只是摔了一脚 便没有被车撞到 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就在案发当晚 警方拿到了大客车 当天的行车视频 视频显示 下午3点16分 大客车正停在高速公路上 驾驶员和副驾驶都下了车 草某的以维克 停在了大客车的右侧 这个人就是大客车的副驾驶王源忠 突然以维克启动了 王源忠被顶在了车前 大客车的主驾驶员杨洁 当时也抓着以维克的车门 不让对方开走 以维克则一直往前逼 王源忠从以维克的前头移到了旁边 把王源忠逼到了旁边后 以维克的速度一下子提了起来 王源忠摔倒在地 以维克的左后轮从他的身上碾压过去 产生了一下颠簸 面对事实 以维克司机曹某承认 他当时是知道自己压了人的 案发五天后 曹某因涉嫌过失之人死亡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但是这场导致惨剧发生的冲突 到底是因何而起呢 执意拦在车前究竟所未合适 你要是我出事就好了 不要他出事 这种状态应该说是在 就不让我们看出来都是非常危险的 十块十卖 然后方向还有点走动 我当时是问他是怎么开车的 他就问到我是怎么开你怎么开车的 仓华的启动车辆又怎么如此冒失 你把车就坑了三万到十万八万 不可能有这个事情大 令路的代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那天是春运返程的高峰 事发的严禁高速处于车多缓行的状态 大客车的行车视频显示 下午三点十二分也就是案发前的四分钟 驾驶员杨洁正在开车 王元忠坐在副驾驶座上 按着右侧的车门 当时曹某的以维克 正开在大客车右侧的应急车道上 之所以当时违法占用应急车道 曹某说是因为前方的车多 他想从应急车道抄到前头去 曹某说当时他一路开到了大客车的右后方 这时大客车做了一个他无法理解的动作 试图变道的过程被大客车自带的记录仪拍了下来 这个动作把当时正在快速行驶的曹某搞得很狼狈 也许因为发现差点撞到以维克 杨洁没有继续变道 但是以维克的曹某心里气不过 他加速赶了上来 对着大客车骂了起来 我当时是问到是怎么开车的 他就问到我是怎么开你怎么开车的 从视频上看 坐在副驾驶上的王元忠很快就有了反应 于一大客车车窗没开 王元忠到底说了什么 曹某是听不见的 但从画面可以感觉到双方是在对骂 肯定是骂髒的肯定不是骂好 眼就是越来越骂的凶了 你可以看到这时候 这个伊维克的这个形式这个状态 这种状态应该说是在 就普通看起来就是非常危险 十块十卖 然后方向还有点抖动 大客车里的乘客听见声音 不少人都探头来看 双方的语言冲突大约持续了40秒 之后曹某的以维克开到了大客车前面 停下了车 随后大客车也停了下来 王元忠迅速下车打开对方的车门 与曹某开始死大 很快大客车开车的司机也下了车 车里就没了驾驶员 乘客骚动了起来 有的还下了车 大客车你听外录通接触 这个肯定是很明显的 作为一个营运客车的这个驾驶员跟副驾驶 你还要考虑到车上乘客的安全 事后大客车的主驾驶员杨杰告诉警察 当时他和王元忠发现以维克里坐的都是乘客 但这辆车并不是合法的营运车辆 当时他们俩声称要打电话报警 举报对方 他们说了要举报的话之后 双方的肢体冲突就结束了 以维克司机曹某赶紧上了自己的车 但是大客车的两门驾驶员坚持不准曹某离开 副驾驶玩员中更是拦在了车前 但曹某还是把车开动了 如果事件发生了当时双方真的能够有所忍让 就不会有今天王元忠妻子的泪水了 要是我出事就好了 不要他出事 家里就要靠他了 张老师您看刚才过失之人死亡的小伙子说 当时我要是能忍一下 也就不会有后边这些事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控制好这个情绪 防止交通事故 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要调适自己的心理 学会忍让 那么在交通参与过程中 忍一忍不是吃亏的事 所以过去我们老话说 忍是福 吃亏是福 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 在人们的交通驾驶行为 形成的时候 也就是在学习的这个阶段 就应当把它呢 融入到这个学习的知识里面 现在像许多国家我们做了一些交流 他们主张是每个驾驶人 在学习驾驶的时候 对自己要做一个心理的测试 看看自己适合不适合做驾驶 像有一些情绪易怒 这些人他最后给你评估你不适合驾驶 那你就去只做一个乘坐人就行 那他就报复行为就会要弱多了 路怒似乎已经越来越成为公路上的一种常态 但我们不应对路怒习以为常 公共交通里驾驶员每一次的情绪失控 都是对他人和自己生命的潜在威胁 铭记那些惨痛的教训 用法治的力量去规范驾驶行为 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感谢您收看今日说法 感谢张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